就在贾四针震惊韩森的学识时 前方的剑不孤 忽然指着前方一触开口 我以前见到的那笔剑 应该就在那里 没想到精力他竟然还在 众人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只见前方的冰刃森林之中 竟然空出了一片区域 其他地方到处都是冰刃 那里数十里范围之内 却是一片空旷 连一把冰刃都没有 韩森林木仔细打量那空旷之处 剑在中央位置 果然插着一笔剑 那剑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出众 空体青铜锁住 样式也比较古古 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 只是在剑身之上 刻着一排颇为有韵味的五字 一寸相似一寸灰 韩森将那剑的字缓缓念出来 虽只是简单几个字 却让人感觉到那无尽的相似之苦 剑不孤接口 没错了 就是这一笔剑 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还以为这应该是一把痴情之剑 说到此处 剑秦白就要踏入那片空地之内 剑不孤一步踏出 正巧挡住了他的去路 那剑与冰任天一般的剑不同 那片空地就是他的领域 不可轻易进入其中 先生 若是进入其中会怎样 甲似真恭敬地问道 剑不孤一向淡定的脸上 露出一抹奇异的表情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若非必要 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不会有生命危险 秦白问道 一般情况下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剑一般也不会伤人 你们若是真的想要 也可以进去拔拔弹 说不定会有机缘 剑不孤解释 那就好 我就想看看 那到底是一把怎样的剑 秦白的墓里达不到那种水瓶 根本看不到 此时听得心仰难耐 听剑不孤说 没有生命危险 便自跨进了那片空旷的区域之内 百里天涯和贾四真听出剑 不孤话中还有深意 不过秦白既然进去了 他们也只能一起跟了进去 韩森和宝儿 也跟着一起走了进去 只有剑不孤没动 依然还站在冰刃森林之中 看着他们走过去 蓝蓝自语 虽然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那把剑 着实让人头疼 还是不要去招惹它的好 几个人刚刚走进那一片空旷区域没几 就突然听到一声剑鸣 如同琴弦之音般响起 久久不觉如梦似幻 百里天涯听了那剑鸣 便向一旁秦白问道 太子 之前教过你 听剑鸣变音之术 你可能听出 此剑是什么材质 应该是金属吧 秦白有些不确定 不错 确实是一把金属剑 细分下来 这应该是一把青铜剑 只听剑鸣之音 大概可以判断出剑长四尺左右 剑身中部颇厚 应该有四公分 开刃角度约三十度 百里天涯开口 韩森不由的也有些佩服 百里天涯不愧是秦国太子 这一手听剑的本事 韩森虽然也能做到 不过 那是使用动玄精的前提性 这里是冰刃天 没有了大宇宙规则的限制 韩森运转动玄精十分容易 倒也不会刻意用耳朵去听 秦白迫不及待想知道 百里天涯猜的对不对 就加快了脚步 向着剑鸣的方向而去 对于和神级基因种合体的人类来说 十几路根本不算什么 很快秦白就看到了 那柄刻有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青铜骨剑 百里太夫好厉害 果然和你说的一如一样 秦白惊讶的叫道 熟能生巧而已 太子殿下只要多听多看多行 很快就能够做到 百里天涯趁机劝秦白学习 剑先生怎么没有过来 贾思真注意到 剑不姑没有跟上了 有些惊讶的说道 他应该是怕麻烦吧 韩森早就已经知道 剑不姑没有跟上了 大概猜出了 剑不姑没来的原因 秦白倒是没有在意这些 看着那青铜骨剑说道 百里太夫 以你教我的像剑之术来看 这把剑似乎很普通 只是一柄用于装饰的青铜骨剑 看起来古补味吗 实则并无太大的实用价值 这真是一把绝世之剑吧 百里天涯说道 像剑之术博大精深 不可均一于外表 到了一定的层次之后 看的就是剑的神 这把剑的外表 虽然平平无奇 可是内中自有恐怖神采 秦白听得连连点头 有些期待地问道 那一百里太夫所见 这把剑的意志 与我的意志和不合呢 太子殿下是将来的一国之主 意志独特 一般的剑气都配不上殿下 百里天涯心中有些为难 只好委婉地说道 秦白意志力太弱 能够和他匹配的兵器还真不多 韩森能够挑出一把 已经很不容易 很难再找到第二把 更何况是这等强大的剑气 认可秦白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百里天涯虽然说得委婉 不过秦白又不识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蓝脸的失望之色 百里太夫 你与此剑是否匹配 秦白又问道 这个 怕是要试过才知道 不过此等神剑 连剑先生也无法收服 老朽怕是也无这幅 百里天涯嘴里面这么说 心中却还是隐以有一丝气派 万一他与这把剑有缘呢 那可是连剑不顾都搞不定的剑气 若是真能拥有 那份荣耀 简直无法想象 有何神奇之处 还是韩先生先是吧 百里天涯谦让道 韩森听他这么说话 就知道 他已经动了心电孝道 还是百里太夫先请吧 我平时也不怎么用剑 百里天涯又让了让贾四真 贾四真也表示 他无所谓 百里天涯这才走向了那把剑 虽然第一个去拔剑 竟然会有些风险 不过剑不顾说过 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剑不顾那样的人 自然不会骗人 所以百里天涯倒不是很担心 万一真的得到了这把剑的认可 百里天涯毛脸微微有些放了 心中自然也是激动非常 激动归激动 百里天涯也是人老成精的老家 不敢有半分大 连续召唤出了四只基因种合体之后 这才双手向着剑柄抓了过去 百里天涯的身上 黄黄神光光彷彩 犹如日月之灰 双手抓住剑柄的同时 就想要用力往上拔 韩森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奇怪的是 既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不止没有发生 百里天涯还放开了剑柄 身上的基因种 也都解除了合体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缓缓转过头来 看向韩森看 回眸一笑百魅生 六公粉带无颜色 这是一句多么美好的诗句 那已经是何等的 让人怦然心动 可是现在百里天涯那一张老脸 配合上花白的红须和铁子 竟然做出了一个极其娇味的回眸之谈 韩森和秦白几个人 都打了一个寒战 脸色变得古怪之极 特别是秦白 他对于百里天涯一直的印象 就是正气凛然的古板老学鳩 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会有这样的表情和动作 人都看谁 只见百里天涯妖昧至极的 捏着兰花纸转过身来 翘中带骚 骚中带蜡 浪中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剑 简直就是骚浪剑的典范 贾四真更是打了的寒战 只感觉胃里面一阵的不舒服 现在他总算知道 为什么刚才剑不顾收到这把剑时 神色有些古怪 剑太夫说 他也吃过这把剑的亏 难道 贾四真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古怪的画面 让他不由自主的 又打了个寒战 事实上 韩森也在想同样的事 他十分想要知道 如果是剑不顾跳这样的舞 会是怎样的画面 下一秒 更惊人的画面出现 百里天涯竟然一边跳 一边把他的外袍脱了下 如同挑逗热情观众的脱衣舞女郎一般 把袍子抛向了韩森看 韩森他们看得下巴都 快要掉下来 连忙向两边闪开 谁也不愿意碰到那袍子 哪怕一手指 秦白神色古怪之极 想笑又有些不敢笑 脸憋得通红 心中竟然隐隐有种 要喊托托托的冲动 他实在太惊喜 太意外 无法想象 平时那位把他训得 跟着孙子式的百里太夫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一面 一边看 一边心中窃喜 以后百里太夫 还怎么在我面前 摆出正气凛然的姿态 韩先生 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要不要先控制住百里太夫 假似真强自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看向韩森问道 韩森看着还在边跳 边拖的百里天涯 沉一了片刻才开口 我看这剑上并无戾气和杀机 而且剑先生也说过 一般不会有威胁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有所动作 免得激怒了那把剑 说不定会有更糟糕的结果 假似真神色古怪地点点头 也对 想来剑先生的话 应该不会有错 只是不知道 百里太夫 怎么才能恢复正常 两人说话之间 百里太夫已经拖得 只剩下一个白色大裤衩 一身干巴巴的老皮肉 还在那里卖弄风骚 侧对着韩森他们 一只脚踩在一块大石上面 一边对韩森他们抛媚眼 一边用手抚摸自己的老土 那场面让韩森他们几乱 差点忍不住 突然百里天涯打了个机灵 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 眼珠子开始发直 就好像是鬼上身之后 又离开了一般 百里天涯目光发直地 与韩森他们对视了好几秒 空地之上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凄厉叫声 片刻之后 百里天涯已经穿好的衣服 只是他的那张老脸 却是一会轻一会儿来 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般 韩森和贾思真都知道 这时候最后不要和百里天涯说话 所以他们根本连上去安慰 离句的意思都没有 现在上去安慰 就等于是火上浇油 贾太夫 要不您也去试试拔剑吧 韩森提议道 秦白连忙附和 对对对 贾太夫意境深夜 也许有机会得到那把剑的认可 贾思真一眼 就看穿了两人那纯洁眼神下 隐藏着的卧宠 想到自己若是和百里天涯一样 做出那些姿态 不由得翘脸一同 这两个家伙 实在太可恨了 贾思真知道 他们两个在想什么 但是又没办法说出口 只得装作没事的样子 看向韩森 我与百里太夫男分国重 既然百里太夫做不到 那我一样也做不到 倒是韩先生 能够在短短的两天时间 教会太子殿下波兰建议 自身的建议修为 定然是极高的 我看此剑非韩先生出手 才能够降服 对对对 韩森 这把剑肯定只有你 才能够拔得出来 秦白也跟着附和 韩森心中也有些矛盾 剑是好剑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那柄剑应该已经破剑 否则不可能 那般轻松影响到百里天涯 让百里天涯直接迷失 这样一把剑 若是能够据为己有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想要征服这样一把剑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来都来了 总要试一试才行 况且 这里没有宇宙规则的压制 那剑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让我迷失 韩森心中想着 便点了点头 也好 我也来试一试 韩先生 你要小心那把剑上的力量 一般的物质系力量 对他的力量 入侵完全无效 一直呆站在一旁的 百里天涯突然开口 多谢百里太子 韩森真心感谢 百里天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还出言提醒韩森 确实是一位有的长者 可是韩森想到 刚才百里天涯的模样 脑子里面刚刚建立起来的形象 又瞬间崩崩 只得强忍着 让自己的脸色没有变化 一寸相思一寸灰 这句诗 倒是他天生而成 还是后来有人刻上去的 韩森走到剑前 心中暗自思索 冰刃天的冰刃 都是半武器半基因 种的奇特存在 若是天生就有刻字也不奇怪 路上他们就见过不少的冰刃上面 有天生的刻字 和古怪皱纹之类 可是看到这几个字 韩森却觉得 似乎与这把剑本身的气质 有一点点不符 也许有可能是被人刻上去的 也说不定 韩森伸手握住剑柄 双手之上力量凝聚 一阵一反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发动 凝聚成了破戒之力 通过韩森的双手 向着剑上传递而去 那青铜剑 顿时发出惊天剑柄 剑身之上爆发出青色的剑光 竟然把韩森那红色的破戒之力 挡在了外面 难以渗透进去 不只是如此 那青色的剑光之中 还有一股宛弱梦幻般的力量渗透而出 竟然穿过了韩森的破戒之力 顿时让韩森感觉脑子轰鸣 似乎有某种恐怖的力量入侵其中 韩森脸色一片 青铜剑的力量 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强大 对抗韩森的破戒之力 似乎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由有余力地散发出诡异的力量 入侵韩森的大脑 想要似控制百里天涯一般控制他 不过韩森的意志力 比百里天涯要强上许多 脑海之中 虽然产生了一股奇异的冲动 可韩森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韩森握剑而立 如同石像般敬礼 剑上的清光与他身上的红光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 韩森他能行吗 清白看向一旁的贾思真问了 贾思真微微摇头 不知这时候 他们确实看不出谁占据了上风 力量的较量还在其次 真正的战场是精神层面的 除非分出胜负 否则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韩森心如铁石 可是那一股自剑上而来的精神力量 却是如速如气 宛若是一个痴情缠绵的女子 情是十股之毒 那精神力量虽然不强烈 可是却痴缠得很 让韩森的意志力如何坚固 却依然感觉 渐渐被那股精神力渗透 韩森眉头微皱 他可不愿意 像百里天涯那般 当着众人的面跳厌舞 连忙全力凝聚心神 与剑中的精神力对抗 青铜剑的力量仿佛无穷无尽 好似大海一般深不可测 韩森只能心化完时 不为外物所清 才能够与青铜剑的力量对抗 一人一剑僵持不下 秦白等人都瞪着眼睛 死死地盯着它们 而宝雀看着那柄剑 似乎若有所思的模样 正在此时 只见青铜剑上面 所刻的一寸相似一寸 归七个字 闪烁起了奇异的光辉 韩森的脸色顿时一点 只感觉那股精神力 忽然从大和之势 变成了惊天海啸 竟然在她的脑海之中 映射出了影像 韩森这是自己脑海中出现了幻觉 是本心崩溃的前兆 不由得大惊 可是当韩森看清楚 那精神幻象之时 却是微微一正 青铜剑在她脑海中形成的幻象 竟然是一个绝美的妙龄女子 这个女人的样貌 竟与宝有气氛相似 原本韩森的心神还有些动革 可是看到了这张脸 竟然出奇地冷静了下 没有再被那精神力腐蚀 怎么会这样 剑中竟然会出现一个 和宝如此相似的女子 难道这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宝长大后的模样吗 韩森心中惊疑不定 可是想想又觉得不可能 她的意志还未完全被攻破 不可能现在就出现心灵道理 这女人的幻象 必定是剑中强行降临的印象才对 幻象中的女人眉头微皱 似是有划不开的虫 让人心中忍不住生出怜惜之意 女人就那般注视着韩森 似唱四吟的开头面等 一寸相似一寿亏 虽然是幻象 可是韩森却能够清楚 听到女人的声音 那刻骨铭心的声音 在她脑海之中不断地回答 一遍又一遍地回响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那声音带着说不尽的相似之口 随着回音越来越大 韩森的意志 也跟着回音一起波动 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脸中流下泪来 韩森死死地盯着女人的那张脸 因为只有如此 她才能够从那张脸上 看到一些宝的影子 让自己的意志 不被完全冲破 脑中回音 已经如同惊涛骇滥 在韩森脑海之中 形成一重又一重的恶物 冲击着她那仅存的一点本心 秦白和贾思珍 他们看到韩森眼中流泪 都觉得大事不妙 心中不由的一惊 韩森也要被内剑控制了吗 秦白紧张地问 虽然她也想看韩森跳艳舞 可是又怕韩森真的出事 没有人能够回答她 因为连贾思珍和百里天涯 也看不出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韩先生还没有完全迷失 应该还能支撑一会儿吧 贾思珍不确定地说道 意志力并非天生 虽然有些人的意志力 确实天生要强一些 但是所强非常有限 真正的强者 都是从无数挫败之中 吸取经验 心灵才能够逐渐强大起来 受的挫折越多 心灵才会越强大 当然也有很多人 因为承受不住挫折的魔力而放弃 甚至自暴自弃 这种就是属于难穷大气之人 韩森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不知道多少次出生入死 成功有之 失败有之 心灵在一次次的危机之中 得到了魔力 虽然不能说 没有人比他的意志更坚定 但是世界上能够动摇 他意志的事情已经很少 纵然那剑中的幻象 比韩森的意志还要强大 但却始终无法令 韩森的意志力彻底屈服 一人一剑僵持在那 韩森脑海之中的女人 不断地重复着那一句 一寸相思一寸亏 强大的精神力量不断放大 却始终无法令 韩森的意志力崩溃 建一四波澜壮阔的大海 似是汹涌澎湃的巨蜀 而韩森的意志就似是一块胶石 胶石虽然行 可是那大海和巨浪的力量 也没有能够击溃他 这柄剑到底是何来历 这等恐怖的意志 怕是可以和神殿之主比肩了吧 这竟然只是一柄剑而已 韩森心中动容 却也不敢多想 只是苦苦之称 与那剑一对抗 此时韩森已经是骑虎难下 若是他心生退役 想要松开青铜剑 心中退役一声 立刻就会被剑一趁虚而入 只会败得更快 所以韩森只能继续 不能选择退出 一重重的音浪 冲击着韩森的意志 让韩森感觉 如同被冰刀切割 火焰焚烧 一般痛苦 他很清楚 只要自己选择屈服 这种痛苦反而会消失 只是被那意境控制着 跳一曲厌恶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痛苦 可韩森就是不愿意 不知道过了多久 幻象产生的声音 竟然停了下来 那女子目光些是有些诧异的 看了韩森一眼 转身一闪而逝 就那般消失不见了 韩森顿时感觉 全身好似虚脱了一半 虽然没有真正大战 可是这种精神上的对抗 比真的大战 一场流血切肉 还要消耗元气 青铜剑上的剑光 也已经收敛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韩森伸手用力一把 就把青铜剑 从地上拔了出来 青铜剑也没有反抗 可是却也没有听从 韩森的意志形式 仿佛变成了一件 没有灵性的死物 韩森把剑拔出来 眼见韩森拨出那把剑 勤白心中一喜 觉得韩森果然比太夫们 还要强很多 连百里太夫 都被那把剑弄得不伦不类 韩森却能够将气拔出 高下顿时力派 贾思真和百里天涯 也是一脸惊讶之色 上前到此 韩先生果然是天人一般的人物 连这等剑气 都不得不臣服于音的 韩森摇头 我只是把他拔了出来 却没有能够 令他真正臣服 他如今虽然归我所有 可是却不会听从 我的意志形式 和一柄普通的废剑 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怎么会如此 贾思真和百里天涯 都露出疑惑之色 韩森试着控制青铜剑飞行 那青铜剑 却是一动不动 完全没有绿宝石剑 和钻石大剑的灵动 就似一柄凡铜之剑 几个人正自研究之时 忽然感觉四周的空间 剧烈地波动了起 远处的兵刃 都在发出颤鸣之声 在那扭曲的虚空之中 一座诡异的神庙 渐渐浮现了出来 那座神庙相当的奇怪 庙砖竟然是 以战锤堆砌而成 防瓦则是 各种各样的剑气和刀气 围墙是一排排的长枪 广场的地面 则是盾牌 整个神庙 就是由各种各样的 武器堆砌而成 宛若一座 巨大而诡异的兵器库 贾思真和百里天涯 都变了颜色 会在这里出现的神庙 那就只有一种可 这是神乱会的神庙 韩森目光凝视 只见那古怪神庙的 匾额之上 写着三个字 兵神庙 没等众人仔细 打量那兵神庙 就见尿门自动打开 一分高达十几米的 巨型盔甲 从中走出来 在巨型盔甲的背后 各种古怪的兵器 排成一个兵器轮 悬浮在他身后 看起来如同 佛陀背后的佛光一般 韩森猜测 这大猜就是 兵神庙中的兵神 只看他身上的气息 怕是不会逊色于 断头皇后 神乱会到底 从哪里找到 这么多的恐怖强者 韩森心中暗道 何方鼠背 竟然敢动寸闺剑 早死不成 兵神墓中神盲闪烁 仿佛能够看穿 宇宙虚空一般 盯着韩森冷声鹤问 原来这把剑叫寸闺 应该就是因为 那句诗而得明白 韩森恍然大悟 兵神墓中寒光绽放 一句话不说 反手从背后兵器轮之上 拔出了一笔大刀 对着韩森狂斩而下 惊天刀光切割虚空 刹那间就斩到了韩森面前 快得不可思议 韩森手中握着寸闺剑 索性直接以剑带刀 一招牙刀中的犬牙交错 迎向了兵器之神 斩来的十几米大刀 韩森没感觉怎么受力 寸闺剑那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剑刃 竟然像是切豆腐一般 把兵神的大刀削成了束缎 这剑没有激活他的力量 只靠剑刃的锋力 竟然就能够斩断 相当于毁灭及神灵的剂气 这就有些恐怖了 韩森心中惊讶之极 实在无法想象 如果这柄剑的力量 完全爆发出来 会强大到何种程度 兵神也是脸色微变 骇然地探着韩森手中的寸闺剑 虽然他只是一句亏解 没有任何表情 可是眼洞中闪烁着的神光 却显然在他内心的波动 放下寸闺剑 本天王可以饶你一命 兵神冷森森地盯着韩森 秦白却是在一旁叫道 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 你的刀都被韩森斩断 要求饶也是你求饶才对 兵神闻言瞪了秦白一眼 顿时吓得秦白缩到了宝身后 这把剑又不是你 你凭什么让我放下 韩森看着兵神笑的 也罢了 亵渎促归进 你本就已经是死罪 原本想要饶你一命 既然你执意找死 那就下地狱去 兵神说着 空体神光战法 背后的兵器轮之中 一顶枪亮了起 血亮的长枪 从兵神背后的兵器轮上 自动飞了出来 横在兵神面前 兵神双手握住长枪 整个长枪之上 枪一冲销 韩森等人顿时感觉心中意寒 四周的山岳和大地 都随之颤队 散落于大地四处 插在地上的那些枪类兵刃 竟然都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 释放出一道道惊天枪芒 向着兵神手中的长枪汇集而去 那长枪吸收了兵刃天 诸多枪器的力量 枪上的神光越来越强烈 原本血亮的枪身和枪叶 猛然间化为了黑色 如同莫艳一般的枪芒 撕裂虚空 在枪身之上摇曳不定 破戒之力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随后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兵刃天的基因种 本身就有些异常 不能算是纯粹的基因种 在两个宇宙的缓冲地带 他们也受到了一些 来自基因大宇宙的影响 虽然只是很微弱的影响 不过那么多枪类 基因种的力量 都会集于兵神的大枪之上 令那柄大枪强行破戒 枪之戒破杀 兵神口中冷克 手中大枪的枪尖 带着一点寒芒 向着韩森狂刺而去 又快又狠又准 力量更凝聚于意义 有着攻无不克 无坚不摧的恐怖特性 韩森出剑也不惯 寸灰剑直接斩向枪尖 眼看着寸灰剑就要劈中枪尖 却剑内枪尖的一点寒芒 瞬间分裂了一般 化为流星雨般的大片流星 向着韩森全身上下笼罩而去 封死了韩森 有可能躲闪的所有路径 韩森眉头微皱 血脉命神经和玄黄经同时运准 同时使用了破剑之力 手中挫灰剑对着爆裂的枪芒斩下 枪芒竟然被挫灰剑直接斩碎 连同内柄凝制的无数枪类基因 种力量的大枪也给劈断 韩森精益于挫灰剑的强大 他的破剑之力并不是攻击性的能力 竟然能够轻易斩断破剑的大枪 显然是得益于挫灰剑的锋力 不愧是大人曾经用过之剑 冰神喃喃自语了一句 同时眼中的光芒更省 双手大张 背后的兵器轮光芒大方 所有的兵器都亮了起 各种兵器都闪烁着骇人的神光 而整个冰刃天内的兵器 皆是光芒大方 向着冰神背后的兵器轮涌去 那兵器轮上的兵器 涵盖了所有种类的兵器 整个冰刃天的冰刃基因种 都仿佛是受了王的召唤一般 向着冰刃轮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一份力量虽然不是基因种的权物 可是整个冰刃天与一个小型世界差不多 一界的生物 全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所凝聚而成的力量 是何等恐怖 冰神的盔甲 在那恐怖的力量之下 发现了质的变化 化为了七飞之色 恐怖的飞燕在上面燃烧不止 仿佛连虚空都燃烧起来了一样 韩森神色微微有些凝重 对白里天涯和假四真说道 你们带着太子仙子 这里交给我们 冰神借助一界的力量 绝对不能够小觑 韩森自己纵然不快 却也担心战斗的力量 会波及到秦白了 看出了韩森的顾及 白里天涯直接抱起秦白破空而去 留下一句 韩先生 安全第一 假四真想要抱走宝 却剑宝已经跳到了韩森的肩膀上 只得独自一人飞顿而去 他们纵然强大 也只是在人类之中强大 在没和神灵合体的情况下 谁也不敢真的与神灵级的强者战斗 冰神并不在意那些弱小的生物 他的眼中只有那把寸灰剑 似乎那把剑对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 死吧 冰神双手大开 背后的兵器轮瞬间解体 化为一百多件各种各样的兵刃 而且每一件都有恐怖的破剑之力存在 七七向着韩森笼罩而去 韩森目光一鸣 破剑之力大爆发 手中寸灰剑狂斩而出 刹内间斩断了几件兵刃 可是寸灰剑再怎么锋利 斩断那些强大的兵刃也需要时间 斩断几件兵刃的时间 其余的兵刃已经临近韩森的身体 韩森的身体一瞬间化为了通体赤白的光影 如同神灵一般的虚化身体之上 赤白的光焰大 身体凭借本能动得起 那些拥有破剑之力的兵刃 斩在韩森的超级神灵体之上 就如同斩在了棉花上面似的 只是令超级神灵体微微向下凹陷 并没有被斩裂 而韩森手中的寸灰剑 则护住了坐在肩膀上的宝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破剑之力都能够伤到 超级神灵体 月神的那个级别 不是这位冰神可以抵你 韩森心中大地 看着展落满身的冰刃 身上神光大方 一瞬间把所有的冰刃都给震碎 看着漫天飞舞的冰刃碎片 冰神脸上露出惊骇之极的表情 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只在神乱会的会长身上才见到 韩森目光冷领 手中寸灰剑顺心而动 刹那间划破虚空 将那冰神的巨大盔甲身体 从中间劈成了两个 没有被宇宙规则压制的感觉真好 看来我的超级神灵体 还是比目前的破戒之力更强一些 韩森心中无比疏爽 没有受到压制的超级神灵体 再加上他超越自身极限的战斗能力 纵然是毁灭级的神灵 也无法与之疲敌 他只是初步破戒 论破戒的程度 恐怕还不及冰神 而且血脉命神经和玄黄 经破戒之后的能力 也不是战斗方面 远不及超级神灵体那么好用 冰神的身体化为星光散去 却并没有死亡 韩森知道他的真身 应该还会在神庙之内重生 只要神机还在 他就永远不会死到 目光望向冰神庙的时候 韩森的身体 已经顺移进入了神庙之内 果然看到 冰神正在神坛之上重生 我正好缺少神机 倒是要多谢你的赐予 韩森扬起手中的错规矩 向着正在凝聚冰神之体的神坛斩去 是白的超级神灵之力 凝聚成的剑芒 如同一顶斩天立月 把神坛连同正在凝聚成形的冰神 一起斩成两半 强大的剑芒一字布置 把整座神庙都从中间一分为二 贾四真和白里天涯护着秦白 已经与剑不顾会 此时回头望去 正好看到一道剑芒 自那诡异的神庙中冲天而起 巨大的冰神庙一分为二 如同山岳般倒塌而下 隐格四周的大地山岳都震动布置 系统提示 猎杀毁灭及神灵基因 减冰神 获得神之灵 发现毁灭神机 脑海中传来提示音 韩森心中一喜 除了毁灭及的神机之外 竟然还得到了冰神的神之灵 把毁灭神机从地上捡起来 同时往魂海中看了一眼 果然看到冰神的神之灵 出现在他的魂海之内 这样一来 我岂不是拥有了两个冰神 韩森心中喜悦 韩森 你怎么跑来到这里 竟然还敢摧毁冰神庙 杀死八大天王之一的冰神 你不想活了 就算你不想活了 也不要害把大人 一个声音传入韩森耳中 只见一个只有巴掌大的纸片人停过来 冲到韩森面前 跳着脚 气急半坏的大叫 神乱会的神灵基因种不是很多吗 杀了一个两个 有什么打起 韩森疑惑问道 这里没有宇宙规则的压制 他道是不怕任何人 在帝国大宇宙之内 无法全力作战 也不能长时间作战 可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 洛基德听韩森这么说 更加气恼 你杀个一般成员 自然没什么 可能是八大天王之一的冰神 负责镇守冰刃天的重要核心骨干成员 他这么意思 肯定会惊动会长大人 你现在立刻带着老大人离开冰刃天 好吧 那这里交给你 韩森也无意 与神乱会真的开战 连神殿之主都无法灭掉的神乱会 显然那就是一个大麻烦 他之所以答应神殿之主过来打他 主要还是想要弄几个神机 现在毁灭极的神机到时候 也就没必要再坚持走下去 他可不想成为神灵们的炮灰 直接使用星空大挪移 来到了剑步姑他们身边 随后身上的力量爆发 直接带着他们一起挪移 到了冰刃天的出口处 有些不舍得看了一眼冰刃天 这才穿越了出去 回到了帝国大宇宙 韩森顿时感觉 身上像是被沉重的枷锁所束缚 浑身的不舒服 无论做什么 都感觉很是吃力 果然还是没有负担的状态比较舒服 韩森心中感慨 把秦白他们送走之后 韩森回到自己房间 拿出了天神观 再次进入了财神庙 把神机放在了一座负殿之内 顿时那神殿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现了神坛 神暗和神炉 可是让韩森疑惑的是 竟然没有冰神出现 难道说 被我夺走了神之灵后 这神机已经变成了空白神机 韩森暗自思索 想来想去 只有这么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是空白神机的 那是不是可以让刹那女神 使用这个神机呢 韩森尝试着召唤出 刹那女神的神之灵 让她进入了神机之内 果然刹那女神的神之灵 一入神机 顿时整个覆电神光大方 神坛之上出现了 刹那女神的神像 竟然真的可以 韩森大喜过望 刹那女神的神之灵 重塑神体之后 缓缓自神坛之上走下来 丹西 跪在韩森殿前拜倒 刹那待见财神大意 韩森只感觉无穷的力量 涌入天神观之内 让天神观的力量 暴涨了一大截 几乎快要翻了一倍 显然刹那女神的神之灵 成为神灵后 对财神庙的加持比 断头皇后要强很多 不知道我的刹那女神 和基于神殿的另外 哪一位才算是真正的刹那女神呢 韩森心中暗自欢喜 把刹那女神安排了之后 韩森这才去看自己的神力 她何保 凤英英这次在神前之战 都得了名词 为财神庙赚到了大量的神机之力 应该差不多可以铸造神机了才对 来到了另外一座空的副殿 果然可以铸造神机了 韩森心念一动 内副殿之内 顿时发生了脱胎晃的变化 神坛凭空间里 神案也竖了起 神如渐渐凝聚成形 破坏集神机铸造完成 当一切完成之后 神庙之内传来了奇异的神音 只是破坏集吗 不能铸造更高等级的神机吗 韩森皱眉 神机之力不足 无法继续铸造高级神机 神庙的声音再次响起 韩森大为失望 辛苦了这么久 竟然只能够铸造出一个破坏集的神机 难怪神灵们的实力 经过了亿万年的岁月 提升的那么慢 想要把神机提升到毁灭集 不知道要多少神机之力才行 果然还是直接摧毁神庙 弄到神机比较快 韩森心中盘算着 什么时候再去一趟神乱会 与此同时 刹那神庙之内 刹那女神却是眉头紧皱 在韩森的财神庙内 出现刹那女神像的时候 她的心灵就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令我的神心如此不安 刹那女神喃喃自语 可是却并不能清晰 神乱会之内 洛基德丹西跪在大殿之上 低着头没有说话 洛基德 你这个外事部长是怎么做事的 断头皇后的神庙 被毁那么久 竟然还没有能够把摧毁神庙的 加凶手抹杀 现在竟然又有人跑到了 我们神乱会的地盘撒椅 还在冰任天摧毁了冰神庙 外事部如此无能 你这个外事部长难辞其咎 高高的神座之上 坐着一个雄壮的男人 只是他却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 看着跪在下面的洛基德 说话的是 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巴毁恶神 断头皇后之事 是属下办事不利 不过属下的外事 只负责处理外界事物 兵任天内发生的事 应该与属下无关吧 洛基德没有抬头 声音淡漠地反过 若非你们外事部办事不利 怎么会连外敌入侵兵任天 都没有一点消息 不是你的责任 又是谁的责任 巴毁恶神冷恒 洛基德没有在变解 似是根本不屑于和他变解一样 巴毁恶神还想说什么 那神座之上的雄壮男人 却开口打断 好了 洛基德是我识论会的元老 办事一向没有什么差错 该怎么做是他自有分子 不必再多说 是 大人 巴毁恶神连忙低头行李 退到了一旁 洛基德 为什么摧毁断头神庙的凶手 还没有抹杀 雄壮男人看着 洛基德淡淡地问他 语气并不严厉 可是却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 会长大人 摧毁断头神庙的人 是财神的信徒 属下想要从他身上 查出财神庙的来历 所以暂时未曾出事 洛基德这才抬起头回答 雄壮男人微微点头 原来如此 不过此事不必再查 将那人抹杀就是了 需要多少时间 洛基德心中咯噔了一下 只能硬着头皮 请会长大人给属下三天时间 一个小时后 韩森和保证吃火锅吃得开心 突然保腰间的包包之内 有什么东西震动了起 保打开包 顿时有一本书跳了起 书页散开 一张黑色的人形剪纸 跳到了桌子上 举着韩森跳着脚骂道 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不行啊 没事跑去兵刃天 杀什么兵神 这不是找死 现在代理会长 让我在三天内把你干掉 你说要怎么办 别急嘛 你可是一位绅士 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风度呢 韩森文言一脸不在意 洛基德冷哼一声 现在代理会长 铁了心要你的力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要不你得想个办 韩森一脸不在意 我凭什么给你擦屁 洛基德冷哼 那你就来杀我好了 韩森看开双手 洛基德心中大恨 你不要以为 本部长真的杀不了你 如果不是看在宝大人的面子上 早杀你一万次 无论如何 最近一段时间 你千万不要离开玉碧城 秦国有四位毁灭及神灵守护 其中有两位毁灭及神灵的神庙 就在玉碧城之内 只要你在玉碧城内 神论会的成员 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来杀你 顶多是使用一些手段对付 你多注意一些 别让宝大人吃了暗亏 韩森文言一口答应下 我这边不是问题 你那边要怎么交代 如此才能够确保宝大人的安全 洛基德再次说道 要怎么做 韩森问道 你不是在冰刃天之内 拔走了寸灰剑吗 洛基德看了看 韩森挂在腰间的青丛剑 韩森回来之后 找人帮他做了一个皮鞘 寸灰剑就挂在腰间 我正想问你 这把寸灰剑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我拔了这柄剑之后 会惊动镇守冰刃天的冰神呢 韩森很想知道这把剑的来历 那剑中幻象的女人 宇宝实在太像 当然是以前的会长 也是真正的会长 现在这个会长 只不过是代理会长 也就是以前的副会长而已 洛基德撇了撇嘴 韩森心中暗惊 这剑竟然是神乱会会长 那位会长 可是差点把基因神殿 都给灭掉的存在 难怪这把剑的剑意如此恐 可是那剑中的女人 为什么会和宝那么小 难道宝是神乱会会长的转世不长 洛基德盯着寸灰剑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他拔出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你没有办法激发他的威能对吧 确实如此 韩森点头 他回来之后 也试过很多种方法 都没有能够激活孙徽剑 但是只凭这把剑 无坚不摧的特性 在他手中 就能够发挥出极强的作用 那是理所当然的 孙徽剑是宇宙第一剑 就算是诸天神灵 也都对其位如蛇蝎 除了会长大人之外 没有人能够驾驭他 也没有资格驾驭他 洛基德解释 既然他这么立体 怎么会随便插在冰院天之内呢 韩森试探问道 若不是会长大人 洛基德话才说了一半 忽然警觉过来 立刻收住画风 瞪了韩森一眼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反正现在 这把剑在你的手上 我们只要让现在的代理会长相信 孙徽剑在你手中 可以激发威能 那就成了 纵然再借给他一个天大的胆子 他也不敢再来找你的麻烦 你有办法能够激活孙徽剑 洛基德不懈地撇了撇嘴 当然不能 如果能的话 也不会说是让他相信 韩森顿时明白了洛基德的意思 那你要我怎么配合你 才能够让他相信 寸灰剑可以为我所用 洛基德犹豫了一下 偷摸瞧了一眼宝 随后飞快收回眼神 总之 我有办法让他相信 不过有一点 你必须要做到 什么 韩森问道 洛基德那纸片一样的身形 跳到了韩森肩膀上 揍到韩森耳边 千万不要让宝大人使用寸灰剑 否则就会有大麻烦 为什么 韩森脸色变得古怪起 越发觉得神乱会长 与宝有莫大的关联 你照我说的做就对 还有最近一段时间 千万不可以离开玉碧城 否则我的谋划就会失败 肯定骗不过代理会长 洛基德再次叮嘱韩森 可是却没有回答韩森的问题 说完这一句 那纸片人 顿时像是失去了灵魂一般 从韩森肩膀上飘落了下来 韩森接住纸片 把他重新加在书中 还给了宝 眉头却是一直皱着 以洛基德的表现来看 宝很可能就是神乱会会长的转世 不过若是如此的话 宝应该可以激活错灰剑才对 这就有些奇怪了 而且宝对于寸灰剑 也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如果这真是他前世的佩剑 多少总会有点清静感 韩森越想越觉得这事情蹊跷 可是又想不出一个所以然而 只能先按照洛基德说的去嘴 反正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方案 他本来就不打算离开玉碧城 距离秦国每年一次的祭祖大典 还有一个多月 他必须要趁这次机会进入秦国祖庙 看一看那口天命迹 洛基德和韩森这次交流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这三天风平浪静 好像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韩森不知道 洛基德是怎么骗过那位代理社长 不过既然一直没事情发生 十有八九应该是成功了 神乱会 神乱会会长一脸震惊地看着洛基德 那韩森当真能够使用寸灰剑 穿着黑色礼服的洛基德 此时却是满身鲜血 左手臂已经断掉 脸色苍白地回倒 是的大人 我的这条手臂就是被寸灰剑斩断 而且若非得寸灰剑锁住 他一个人类 又怎么可能摧毁冰神妙呢 寸灰剑竟然会被一个人类所用 抹杀韩森的事情葬缓 先把事情搞清楚 神乱会长 神色凝重地盯着洛基德 这一次会中无人反对 只是寸灰剑三个字 已经把他们吓破了的 基因大宇宙的空中花园 韩灵儿坐在小板凳上 小手拖着下巴 正自望着天空发呆 小灵儿 有没有想你家宇航哥 一个细皮笑脸的男人走过来 笑眯眯地看着灵儿 宇航爷爷 你怎么这么快 就回来了 韩灵儿有些惊喜地看着王宇航 王宇航顿时脸一黑 不是说了 要叫宇航哥哥吗 什么爷爷 我有那么老吗 可是他们说 爸爸都要叫你小叔啊 韩灵儿眨着眼睛说道 咱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当然是个论个的 我们的交情和他们没关系 你以后就叫我宇航哥哥就行了 王宇航笑道 对了 你家小花哥哥去哪里了 小花花哥哥和梦儿姐姐 林姐姐 小天姐姐 一起去天外天了 说是镜湖那边有了新的发现 林儿也没有隐瞒 有了新的突破嘛 那真是太好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去反无知世界看看 韩森那小子到底混成什么样 王宇航一副蠢欲动的样子 说着 王宇航就准备要离开空中花园前往镜湖 可是还没有走两步 就被一只小手拉住了一脚 宇航哥哥 你带我一起去天外天好不好 我也想要去去看看镜湖 林儿可怜兮兮地望着王宇航 那可不行 你还太想 那里对你来说太危险 王宇航连连摇头 他可不敢把这位韩家的小公主带出去 万一出点什么事 整个空中花园的恐怖生物 都要和他拼命 宇航哥 你真的不带我去吗 林儿可怜巴巴的模样消失不见 看着王宇航 眨着眼睛问他 不是不带你去 而是那里太危险 有很多恐怖的生物 可王宇航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感觉整个人都头下脚上倒转过来 成大字形悬在了空中 林儿坐回了小板凳上面 用手拖着下巴看着王宇航 眼中赤白的光彩流着 你不带我去也可以 那就留下来陪我玩吧 我真的有事 百天再陪你玩 快点放我下来 王宇航用力挣扎 可是却怎么也挣脱不忍 像是被无形的绳索 混在了空中似的 带我去或者留在这里陪我玩 林儿笑道 王宇航板起脸 小林儿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可是你宇航爷爷 你妈妈不是常常教育 你要尊敬长辈吗 林儿是个听话的孩子 不要闹了 是 妈妈是教育 我要尊敬长辈 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是宇航哥哥 不是宇航爷爷 林儿眨着眼睛说道 好好 那我就陪你玩 你想怎么玩 你家宇航哥哥都奉陪道主 王宇航意识气解 可是又说不出反驳的话 只恨自己刚才嘴见 小六子 我们玩 你最喜欢的游戏好不好 林儿拍了拍小手 顿时就见六二弥猴跑过来 一脸羡慕的来到他面前 听了林儿的话 六二弥猴顿时眼睛一亮 目光望向了王宇航 你想干什么 别乱来 王宇航看着不怀好意 走过来的六二弥猴 感觉好像非常的不对劲 心中越发的不安 天外天镜湖 原本很少有人涉足的镜湖岸边 此时却建起了巨大的研究基地 基地内 很多人都在神色严肃的看着光雾 还有不少人在操作着各种仪器与飞机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寒烟忍不住问道 那些数据和仪器 他根本看不到 这几个月来 镜湖之上意向频频发生 出现了很多古怪的事情 整个天外天都受到了影响 太上族一直查不出原因 只得请空中花园的强者出手相助 如此才有韩宇飞在镜湖边建造的这座基地 实际上 整个空中花园之内 也只有韩宇飞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其他人也是无能为力 韩宇飞一边观看那些数据 一边解释 从现在的数据和资料来看 最近三个月时间 镜湖内的反物质波动越来越强烈 反物质全涌现象也越来越频繁 从开始的四五天一次 到现在的一天之内 会出现两三次 根据现在有的资料推论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是反物质世界发生了某种变化 使两个世界间的缓冲地带 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在镜湖的另外一边 正有一股力量 在打穿两者之间的避震 众人听了 都是脸色一遍 韩宇飞喜道 会不会是哥哥 他从反物质世界打回来 韩宇飞摇了摇头 根据太上族提供的资料来看 这种波动 其实早就存在 只是那时候的表现很微弱 也没有影响到天来天的其他病 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绝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所以说 是韩森的可能性 很小 那么说的话 是反物质世界的生物 要打穿镜毒 进入我们的世界 寒烟一脸骇人 目前来看 这种可能性最高 韩宇飞点头 如果真的被打穿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路 一旁的太上族长老 神色凝重的问道 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两个世界被打通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观感受到 两个世界的不同力 也许就可以像我族的强者太义一般 领悟两界的力量 成为破界级的强者 韩宇飞眼睛发亮 破界 那是怎样的力量 邪情帝眼睛一亮 看着韩宇飞问道 自从基因神殿现世一战之后 基因大宇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种资源都疯狂滋生 使得很多生物都快速进化 邪情帝已经达到了神级的巅峰 失去了更近一步的道路 而他又不愿意成为神灵 所以 最近已经停止不前 无法更近一步 我还未曾达到那一步 具体也说不清楚 也只是大概知道 是把正反两个世界的力量融为一体 如今的巫族之中 只有太义一人到达了那种境界 韩宇飞兴奋地解释 之所以破界困难 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感受不到 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量 如果镜湖真的被打穿 可以直接感受到反无质世界的力量 那么想要破界 就会容易很多了 太上族的长老 却不似韩宇飞那么乐观 有些担忧 有能力打通两界通道的强者 如果降临大宇宙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韩宇飞却摇头 意想太多了 纵然能够破界而来 那也会我们大宇宙的规则压制 就如当年的秦修一般 无论秦修在怎么强 哪怕他能够斩杀神灵 来到我们的宇宙之后 也难以和真正的顶级强者抗衡 更不可能持续战斗 秦修当年是一人穿越而来 这一次却是打通两界通道 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太上族长老并不同意韩宇飞的观点 韩宇飞也不再和他争论 就算真有威胁 我们也无法阻止 与其其人忧天 还不如多想想 怎么才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提升自己 不错不错 宇飞姐这话深得无心 邪情帝笑道 打穿了两界通道正好 我们可以去反污制世界找韩森 风头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出了 唐真流也是开口 邪情帝当即提议 能不能想办法 从这边同时打穿静谷 以便早日打穿两界通道 能从庇护所里面出来的主 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 这提议从快就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 却把太上族的长老们吓了一跳 连忙阻止他们的想法 最后还是韩炎帮太上族说话 这才暂时打消了他们的这个念头 韩炎这次是代表郑天公而来 近乎一变 可能会危及整个基因大宇宙 郑天公自然不能坐视不冷 韩宇飞走进休息室泡了杯茶 韩莫尔也走了进来 是不是拥有了破戒之力 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找到父亲大人 韩宇飞摸了摸韩莫尔的脑袋 也只有他敢对冷若冰霜的寒蒙 做这种事 那可不行 破戒之力 其实只是正反世界力量 结合的一种独特力量 拥有破戒之力 并不代表真的可以破戒 还需要自身力量到达一定程度 才有可能打穿世界壁长 韩宇飞想了想又说道 当年勤修的破戒之力 算是极强了 可他也不能单凭一己之力 打穿通道 还是从宇宙漏洞中 打穿一条通道 这才进入了我们基因大宇宙 而且到了我们这里之后 受到大宇宙规则的压制 只能把他的基因种分离出去 以减弱大宇宙对他的压制 这样一来 大宇宙规则对他的压制虽然减弱了 可是他也失去了破戒的资本 一切都只能重新开始 重新适应基因大宇宙 学习使用我们基因大宇宙的力量 不过不得不承认 勤修那家伙 确实是天赋奇才 纵然重新学习我们基因大宇宙的力量 成长也非常的快 最后还是做到了激进无敌的地步 韩诺尔静静地听韩宇宙说完 才又问道 勤修是从什么地方过来 就是这一片镜湖 韩宇宙笑道 不过借王神的力量 本就是世界之力 而勤修拥有的神灵血脉力量 也是时空所限 两者结合 产生的破戒之力 本就有穿梭世界的能力 所以他才能够利用漏洞 进入我们基因大宇宙 否则纵然是和他力量差不多的强者 也难以凭借一己之力穿越过 韩诺尔听了大为失望 那么说 除了等待镜湖被打穿之外 就没有别的办法 能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以前我们就曾经研究过 制造人造神庙 再利用神庙可以穿梭空间的特性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基本上那个试验都快要成功了 不过因为发生了神战 圣域被灭 人造神庙也被摧毁 当时的资料也被毁掉 再想重新搜集材料 制造人造神庙 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韩语飞说着 拍了拍韩末尔的脑袋 你不用担心 韩森那样的家伙 无论他到了哪里 都能够活得很好 就在韩森的家人 在基因大宇宙 为韩森担心时 韩森却在凤家古堡之内 像是大爷一般 身边有人服侍者 整天美酒美食不断 韩森 你真的要跟我一起 去参加祭祖大典 秦白心中有些忐忑 虽然说他身边会有两位适者 一起参加大爷 不过那是李氏 要在秦白身边提醒他 在大典之上该怎么做 祭祖大典的仪式非常复杂 一般人很难记住 所有的步骤和仪式 所以才会需要李氏的存在 如果韩森偷偷把李氏换取 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插嘴 只怕他老子紧真地 都不会放过他 放心 我有亏是心灵的能力 到时候 可以直接查看 那两个适者的记忆 记住整个祭祖的流程 绝不会出死 韩森安抚道 两个 你不是一个人去吗 秦白瞪大了眼睛 韩森笑了笑 指了指宝 我和宝各自假扮一个适者 和你一起去 秦白连连摇头 你冒充适者 还有可能 宝这么小一点 他怎么可能冒充适者 不被发现 宝看了秦白一眼 脸上的墨镜发动 在秦白目瞪口袋的眼神之中 变成了秦白的模样 别说冒充一个适者 就算是冒充 你去参加大礼 都没有问题 宝学着秦白 声音说话 秦白不禁反省 宝你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能力 那你直接冒充 就好 反正我也不喜欢 那些枯燥的仪式 韩森却摇头 那个不行 那是你们秦家血脉的 祭祖仪式 宝他虽然可以变化成你的模样 不过毕竟不是秦氏血脉 万一出了什么事 到时候就真的难以收场 别说那些大臣不会饶了你 就连你老子皇帝陛下 也肯定不会放过你 秦白顿时苦下脸来 那好吧 明天你们到我宫中来 那两个女士 会来教我祭祖礼 到时候 你们就把他们两个换了 后天就可以一起 去祖庙参加祭祖大礼 秦白心想 有韩森和宝一起去 也不会那么枯燥无趣 一天后 预避成秦国祖庙 韩森和宝 一左一右跟在太子秦白身边 跪在祖皇像前面 仪式还没有结束 韩森偷眼看了一眼祖皇像 果然就是秦修的模样 这让韩森感觉有些奇怪 如果说 在基因大宇宙死掉的世界王神 为什么借王神会和秦修长得一模一样 懒得在想这个问题 韩森偷偷观察左侧的侧电 可惜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在这种地方 他也不好释放出力量 去观察 被发现就不好了 现在韩森总算知道 为什么秦白不喜欢祭祖 是个人也不想跪在这里听大半天 自己根本不懂的祭文 不时还要三拜九后 韩森大概数了一下 从刚才到现在 他们大概已经磕了三十多个头 如果不是为了 看一眼天命景 韩森也早就忍不住了 好不容易完成了祖皇的祭拜 接着又要去侧殿中 祭拜立代皇帝 虽然已经知道这个流程 但是真正做起来 还是非常郁闷 景真帝带着一众皇族和众臣 挨个的像历代皇帝的牌位磕头 一圈下来 连韩森都感觉有点猛 这秦国到底有多少皇帝 这挨着个的磕头 怎么就没完啊 韩森看着那一排排的皇帝牌位 也不知道到底仓有多少 他们这还是一排一排的磕 如果真的一个个的去磕 估计只是磕头 就能磕死在这里 一个家族传承太久 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不是给后辈子孙找麻烦吗 韩森心中敌 好不容易把历代皇帝都给祭拜完了 这都已经半夜 韩森只记得 他们一大早过来 不是跪着 就是在磕头 一直磕到了现在 总算轮到祭拜天定景了 韩森心中长松了一口气 看到一旁的宝也是如此 他们两个活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今天一天磕的头多 祭拜天定景的时候 一众大臣都退了出去 就连一般的皇族子弟 竟然也都退到了祖庙之外 只有景真帝的直系儿孙 才有资格进入其中祭拜 就连景真帝的女 都只能退在殿外 跪在那里等候 景真帝就只有秦白这么一个儿子 也就剩下了景真帝和秦白两个人 其他都是主持祭祀的祭师 还有就是秦白身边的女士 也就是韩森和宝两个 韩森终于看到了 那一口传说中的天定景 与韩森想象中的不同 天定景并没有皇家气派 就是一口用青石砌成的老景 景口的青石 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都已经被磨得光滑油润 好似被打磨过一板 八角形的景台上 果然如秦白所说的一样 刻着天定景三个字 这三个字的自己 韩森倒是有点眼熟 和他之前见过的秦修 手笔倒是很像 应该就是出自秦修无疑 与之前的祭祀仪式不同 景真帝和秦白进来之后 这一次没有急着磕躲 而是跪在景前的蒲团之身 像是在等待着手 韩森和宝就一左右地跪在秦白身后 他们从那两个理事的记忆中 也只知道要等到午夜十二点 才能开始祭祀 前面的仪式那么长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等到时间来祭拜天令吉 距离午夜十二点 还剩下不到一刻钟 韩森也只能耐心地等候 秦白平时十分猖狂 祭祀的时候 却也不敢有所欲 老老实实地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句话也不多说 想来是以前应该吃过大亏 韩森也没看出 这口天令吉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心中暗自纳闷 难道说过了午夜十二点之后 这口景会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成 好不容易耐着性子 熬到了午夜十二点 在祭祀的主持这下 进行了简单的祭拜仪式 比起之前的繁琐仪式来说 祭拜天令吉 确实很简单 景真帝和秦白两父子 坟相反报 拜了三拜 就算结束 韩森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心中正自失望 一直都没有看到 天令吉 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谁知道 仪式并没有结束 在祭祀的安排之下 景真帝拿到了一柄祭刀 把自己的手指割破 将一滴血滴 进了古井之内 景真帝的那一滴 写入了古井之后 原本安静的古井之内 顿时像是开了锅一样 不停地传出 咕咚咕咚的声音 就好像开水沸腾的声音 韩森心中惊讶 祭师和景真帝的脸色 都是微变 便是谁也没感动 都是站在原地 紧紧地盯着那口古井 古井内的响声 越来越厉害 过了没一会儿功夫 那条垂入古井中的 黑色铁链 突然震动了起 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那铁链一头 打入了景台的石头之中 一头垂入井中 此时哗啦啦响得不停 整条铁链都被绷直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下面拽着他一样 韩森眉头微皱 他听秦白说过 关于那条铁链的传说 好像说是铁链 锁着秦国的镇国神兽 有那条神兽镇压于井中 秦国的气韵就不会灭绝 秦国也就不会亡国 可韩森眉听秦白说 还会有这动静 目光不由地看向秦白 见秦白的脸色有些不太好 明显是被吓到 显然他也不知道 会有这动静 大祭师却突然一脸喜色 陛下 有可能是始祖大人的预言 就要应验了 听到大祭师的话 井真脸上露出喜色 当真如此 井水沸腾 天命所动 这就是祖皇大人预言的前兆啊 那大祭师也是一脸的激动 带着一族祭师和理事们 向着天命井跪伴了下去 就在此时 忽然听到丁的一声 那条比成年人手臂还粗的铁链 竟然自井口断的 整根铁链沉入了井中 随后井中像是火山喷发一般 喷涌出了大量的井水 只是那井水的颜色 却有些下语 呈现鲜血之色 大量的井水喷射而出 撞在大殿的天花板下 化为漫天血雨落下 天命断 血脉远 祖皇的预言果然实现了 大祭师一脸的兴奋之色 任由 血雨淋在他的身上 向井真帝跪伴 陛下 祖皇预言出现 这是我大秦国大兴之兆 还请陛下按照遗讯所事 进行血迹一事 井真帝的神色复杂 盯着喷涌的鲜血泉水的天命井 那预言会不会真如记载所说 又或者说是 早就设好了一个局 身为帝皇 纵然是父子至亲 也不得不防 更何况是一位 从未见过面帝祖皇 可是预言中的一切 如果真的实现 那么对于井真帝来说 又有些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想想那预言中 千古一帝的场景 井真帝也不由得感觉 身体内似乎热血沸腾 一同宇宙 成为千古一帝 我井真真的做得到吗 井真帝拳头握紧 死死地盯着那口 还在涌着血泉的天命井 脸颊泛起一样的潮红 井真向来以明君自居 胸怀雄徒大志 若是真能如预言中所说的 一般一统大宇宙 对他来说 那才是一生最大的追求 可是作为一个帝皇 井真帝又很清晰 他不应该去做 没把握的事情 正当他犹豫时 突然听到被血泉水 淋到的大祭师等人 发出惊喜的叫声 只见他们身上的神光战法 似是获得了无比强大的利用 陛下 天命泉水 在强化我的肉体 我感觉 现在就算不使用基因种 和神灵血脉的利用 也能够打败诸多无上强者 大祭师惊喜地叫道 井真帝和秦白 早就已经退到了后面 有侍者凝聚力量化为光物 为他们挡住了血水 听大祭师这么说 井真帝心中也有些动摇了 瞪着眼睛 看着大祭师和一众祭师 肉身越来越强大 不由得喃喃自语 难道说 预言中的一切都是真的 天命井中的东西 真的可以让人肉身成圣 陛下 请开启血迹仪式吧 这可是亿万年难得的良机啊 大祭师再次请命 若一预言中所说 血脉全勇只是仙兆 天命井中真正的宝物 需要血迹才能够出现 井真帝脸上的神色变换不定 纵然身为皇帝 也有难以抉择的时候 若是以为君之道来说 他不应该冒这样的风险 可是错过这个机会 很可能就会与一统大宇宙的 黄图霸业擦身而过 井真帝又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一时间也有些两难 眼看着天命井内涌出的血泉越来越少 似乎就要完全收敛 大祭师再次请命 陛下 岂不可施啊 井真帝还是没有抉择 微微咬牙 向着天命井后面的墙壁行李 井真该如何去走 还请先生教悟 韩森微微一正 他可没看到那边有什么人 目光向着墙壁看去 顿时发现 在那后墙之上 是一幅巨大的壁画 画中画着一株梅花 梅花开的正盛 还有片片花瓣飘露 在那梅花树下 正有树枝白鹿 在低头吃着花瓣 而在梅花树 突出地面的树根上 则坐着一个白袍老人 那老人白须白发 身上一袭白袍 手中拿着一根黑色树根管杖 杖头还记着一只酒壶 井真帝所败之人 竟然就是那画中的老人 老朽只负责守护这里 无问其他 寄与不寄 你自行决定 那画中老人竟然开口说话 宛若活人一般 若是遇到凶险 先生能否护我和白儿周全 井真帝又问道 老朽入画亿万年 也在这里守了亿万年 见证了秦国的兴衰起落 也曾有多次外祖打到此地 也曾有无上强者降临此地 可是神庙却从未受死 画中老人盘坐于梅花树下 声音淡漠 可是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霸气 有先生此言 井真无所拒异 井真帝双目泛光 脸上升起激动的潮红之色 在有生之年一统大宇宙 成为千古一帝 这是井真帝毕生的心愿 可是如果保持现状 在他有生之年 根本看不到一统宇宙的希望 唯有放手一搏 才有一线希望 当然最重要的是 有画中老人护佑 井真帝才有底气去尝试 画中老人守护了秦国 不知道多少难 多次挽救秦国 与灭国的危难之中 可以说是大秦帝国最大的依靠 若是画中老人有亡秦之心 大秦帝国早就已经不知道亡了多少次 历代皇帝都对其奉佑神灵 甚至比秦家继承的血脉神灵 看得还要重 这样一个人既然说了可以保护他 纵然有些凶险 也应该不至于会有大难 大秦师准备血脊 井真帝目光灼灼的发号施令 大秦师大喜过望 会在血水中应斗 陈尊指随后准备血脊 韩森站在秦白身边 则一直望着天命井和地上的血泉水 虽然他看不出来 这些血泉水 为什么能够改变大秦师他们的体质 不过心中却隐隐有些不安的感觉 秦修这个人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 若说秦修算计自己的后人 我一点也不会感觉惊讶 韩森心中暗自沉吟 可惜他现在的身份 只是秦白的试着 根本没有发言权 就算他用韩森的身份 劝井真帝不要血迹 估计井真帝也不会理他 还可能会把他担出去 就在韩森思索之际 大祭师命人带来的一个少女 那少女只有十三四岁的模样 看他那惶恐的模样 就知道并非秦氏皇族 少女眼神中有些恐慌之色 不过还是听从了大祭师的孙子 来到了天命井前 此时天命井妹的血泉 平时教你的那样做就可以了 少女应了一句 走到了天命井前 直接拔出祭刀 在自己的手腕上 割出了一道伤口 把鲜血滴入井中 伤口并不大 鲜血似是没有关井的水龙头饰 一滴一伤的落在天命井之中 说也奇怪 少女的鲜血接触到井水之口 原来还在往外冒的井水 迅速的落了下去 随着少女的鲜血滴落 天命井也渐渐恢复了瓶颈 伤口虽然不大 不过一滴滴的鲜血滴下去 过了没有多久 少女的脸色 还是渐渐变得苍白了起 忽然井中又响起了 铁链哗啦哗啦的响声 只见那一根断掉的非色锁链 竟然自己又从天命井中钻了出来 如同一条毒神一般 直接缠在了少女受伤的手腕之上 少女身体顿时被拉向天命井 井真帝和大祭师 都是神圣一己 大祭师更是对那少女力声喝倒 快把铁链拉出来 若是你被那铁链拉下去 就必死无疑 少女咬牙拉住铁链 双手用力往外拉 可是那铁链却沉重得很 少女之前又湿了不少血 拉起来非常吃力 而且她手腕上的伤还在流血 滴在铁链上面 把铁链都给沾染的血迹斑斑 井真帝见那少女吃力的一寸寸 把铁链拉上了 脸上满是惊喜之色 口中喃喃自语 我秦国历代多少强大的皇帝 都拉不动那铁链 连分毫也踢不动 这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的少女 却能够把她拉起来 果然与传说中的义母一样 看来真是祖先庇佑 天要我秦国大兴 一旁的大祭师也有些激动 秦国历代养了那么多 一年一月一日英时 出生的少女一直都没有派上用者 如今总算是没有白费 父皇大人如此留下的东西 必然是重要至极的东西 因为用力拉铁链 少女手腕上的伤口流得血越发裂 令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不过说也奇怪 她流的血越多 那条铁链似乎就越轻 少女后面拉铁链的速度 也快了不少 天命井中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似乎有金属质的东西 碰撞到井壁之上 听声音那东西 似乎快要被拉出来 众人的目光度由地盯着井口再看 他们都想知道 秦国祖皇到底在天命井中 留下了什么东西 拉着拉着 就听到当那一声 有什么东西撞在了井面上 少女又扯了两下 竟然没有能够拉动 那铁链变得十分沉重 用力拉 一定要把它拉出来 大祭师心中着急 恨不能伸手去钢蛋少女 把里面的东西拉出 可惜体讯有缘 只有阴年阴月阴日阴时的少女 才能够把铁链拉出 其他人若是碰到铁链 里面的东西 就会永远沉入天命井底 再也不会现实 大祭师虽然有通天的本事 却也不敢上去钢少女 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景真地此时也有些紧张 虽然神色没有变化 但是双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显然她的内心 并不像是表面那么平静 秦白此时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伸着脑袋往天命井那边踏 不过可惜从她站的位置 根本看不到天命井那有什么 少女一边流着血一边 粉力往上拉 她也知道 自己若是不能快些 把里面的东西拉上来 只是流血就能够流死 少女把银牙都快要咬出去了 那铁链终于又被她拉动了 又拉了有两尺左右的距离 铁链到了尽头 铁链的另一端 扣在一个圆环之上 圆环是黑色的金属 看起来并不像是金银铜体 也不知道是什么金属 显然异常沉重 少女继续往上拉 在金属环的下面 连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属箱子 井真帝的眼睛 不由得一亮 纵然是异国之君 此时也不由得有些激动 那箱子的东西 有可能让秦国一同宇宙 又如何能够让她不激动 快把箱子拉出来 井真帝不由得对着少女大叫 少女此时也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她没有神灵血脉 也没有基因主相助 只靠自己的力量拉铁链 又流了那么多的血 如果不是意志坚定 她是已经支撑不住昏迷了 少女嘴角渗出鲜血 双手一下一下地拉着铁链 身子慢慢往后退 渐渐把那金属箱子 从天命井中拉了出来 可是这箱子的高度 是出乎意料 长宽都只有一米左右的箱子 竟然拉出了一米五左右 还是没有看到箱子的 韩森的神色却古怪了起 原本她也探着那东西 像是一个箱子 可是现在箱子变得这么高 如果横过来探了 这箱子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这箱子怎么越看 越像是一口造型 有点奇怪的棺材 韩森心中暗倒 韩森还在思索时 那口箱子 终于被少女完全拉了出来 直接落在了井外的地面上 这时候 众人才终于看清楚了 那口箱子的全貌 黑色金属铸造而成的箱子 四四方方上面 没有任何花纹 现在这样横着 长有两米左右 宽和高都是一米左右 韩森越看这东西 越像是一口奇形金属关 缠在拉关少女手上的铁链 井真帝行李 好好好 你做得很好 井真帝龙颜大悦 连说了三个好字 让济师把少女带下去智商 井真帝和大济师 则在打亮黑色的金属箱 长方形的金属箱子上面 没有任何图案 但是和棺材也不一样 棺材的盖子 是在长的一面上 而这个金属箱子的盖子 就在镶嵌有金属环的那一段 盖子与箱体之间 有金属扣环相连 只要把扣环拉开 应该就能够把盖子打开 井真帝不知道 有两个理事是韩森和宝假冒 以为他这里都是他的亲戚 也没有什么记录 直接命人把扣环拉开 金属箱的四面 各有一个扣环 没有上诉 技师们上去 就把扣环拉开 用力一拉铁链 盖子果然被拉开 只是与想象中的不同 盖子竟然连着什么东西 跟着盖子一起被拉了出来 被吊在了半空之中 只见盖子下面 是一块长方形的寒冰 内冰也不知道是怎么冻成的 极其透明 就似是无瑕的水晶一般 寒冰中暗叫 寒冰中的少女 与金发状态时的婉儿一流一样 只不过这个金发少女 脸色苍白如指 一点血气也没有 也没有一点生机 井真帝和大祭师面面相去 在打开金属箱之前 他们心中已经有过很多的猜测 可是无论怎么想 也没有想到 箱子里面竟然会是一具少女的尸体 这就是祖皇留下的重量 井真帝微微皱眉 看着大祭师问道 他实在不明白 一具少女的尸体 如何能够帮助他一统大宇宙 大祭师也是一脸的疑惑 祖皇是天元一般的人物 他留下这具尸体 应该会有他的道路 井真帝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 一旁还跪着的秦白惊叫 他动 井真帝和大祭师连忙看过去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金发少女 还是那般被冰封在寒冰之中 哪里能够动他 井真帝刚想转头问秦白 就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寒冰上面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纹 这一道裂纹 仿佛是推倒了的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般 寒冰上面 顿时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纹 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 保护陛下 顿时有护卫把井真帝和秦白 都护在了后面 只听喷的一声 充满了裂纹的寒冰爆裂开来 寒冰中的金发少女尸体 并没有随着碎冰一起摔落在地上 而是整个人悬浮在空中 虽然身上依然没有生机 可是自他的身体之内 竟然荡漾着一种金色的锅纹 也就是那种力量 把他的身体拖在空中 这种力量寒森太熟悉了 那是婉儿变成金发少女时 才拥有的力量 与他的超级神灵体相生相克 可以互相抵消 大忌是脸色微变 陛下 我想起来 传说祖皇出生之后 资质并不好 没有任何神灵 愿意给予他神灵血脉 而祖皇大人的亲未美 却是天兽神人 出生之时 就已经拥有强大武品的神灵血脉 因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哥哥 被人侮辱西林 这位祖公主 就将自己的神灵血脉 给予了祖皇大人 刺那之后 祖皇大人才能够一飞冲天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 开创了我大秦帝国的不朽江山 这一切都要拜祖公主的神灵血脉所赐 这些朕也知道 传说祖皇并没有能够把那神灵血脉传承下 连二祖的传承血脉 都是得自毁灭神明 而非祖皇大人遗传 我情是皇族的神灵血脉 与祖皇并不相同 不过 这终究只是一个传说 真假已经无从得知 难道大祭师你怀疑 景真帝明白了 大祭师在想什么 大祭师兴奋的点点头 如果我猜的没错 那个传说可能是真的 这一位应该就是我大秦的祖公子 祖皇大人将他的尸体游在此处 又说 可以助陛下一统宇宙 也许这位祖公主身上的神灵血脉 并不像传说中的一般 完全给予了祖皇大人 也许祖公主身上的神灵血脉力量 还可以再传承给其他人 所以 祖皇大人才会保留他的尸身 以便将来传承给自己后代子孙